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那麼我們已經學了 基本med up 口歸名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比較深入 技術方面的東西 那今天要教的是 K-Means Clustering 那這個clustering呢 在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不管是在各種資料的分析啊 在image方面 在pattern recognition方面 在control方面通通會用到 那我們針對 今天就針對這個議題來把它講清楚 那今天特別要注意的是說 我這個東西呢 課本上面沒有 然後呢 我是放在我的網頁上面 但是網頁上面講的 不是很清楚 所以最清楚呢 就是這張同影片 那這張同影片上面 我也沒有錄音錄影 所以各位同學 現在當然有 現在有錄音錄影 我說之前沒有 所以各位同學 今天上課 務必就要把它聽懂 那如果有不懂的同學呢 歡迎隨時發問 我去買了這個小東西 可以遙控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 Problem definition 什麼叫做 K-Means Clustering 那他們概念很簡單 給你一組資料 這一組資料呢 我用大X來表示 那大X上面呢 它有分個分成N筆資料 每比X1X2到Xn呢 都是一個向量 你可以想像 都是長度 Dimension為D的向量 那把它排起來 總共有N的向量 這個N會多到呢 可能幾百個 可能幾千個 可能上萬 也可能上百萬 我去看你要分析的資料來 而定 那麼我們前面講的 K-Means Clustering呢 我們講的K 事實上指的是 我要把資料分成K群 那當初為什麼會取名叫K呢 這個當初那個 發明的那個 想不出什麼 什麼一個好的東西 前面講一個K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呢 要把它分成N群 我們不用K 因為K呢 有時候呢 會跟我們的Summation 的Index混在一起 Summation I,J,K 有時候會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把它改變 我們要分成N群 Cluster就表示一群的意思 那要分成N群呢 就是 假設N是100好的 等於說我們有100筆資料 我要分成N等於100 N等於3 我要分成三群 那你要分群的話 它總有一個目標嘛 我們先看這個 要分群的話 我要把它寫成 分群 每一個群有所謂的群中心 用一個群中心來代表一個群 那在這裡呢 我們用CI 來代表這個群中心 叫cluster centers 那I呢 從1到M 比如說M等於3 就表示C1 C2 C3 三個群中心 那我們要把每一個CI呢 要把它分到其中一個群呢 那就有一個assignment的matrix assignment的matrix呢 我們裡面每一個原子呢 叫做Aij I是代表第I點的資料 J是代表哪一群 第幾群 那這時候滿足呢 每一筆資料呢 都要分到一群 而且只能分到一群 但也不能不分群 就只能分到一群 所以呢 要滿足Aij呢 J從1到M 加起來要等於1 但Aij呢 都是0或1 這個我畫一個圖來講 可能會比較清楚 假設有 我這個A矩正呢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譬如說這裡總共有 100 N等於100 表示我有100筆資料要分 分到三群 那我這個M呢 M等於3 好 第一筆資料要分到哪一群呢 第一筆資料我說分到第二群 那第二群我表示我這邊寫1 這邊寫0 那第二筆資料要分到哪一群呢 第二筆資料假設要分到第三群 所以這邊寫1 這邊寫0 第三筆資料假設也要分到第三群 那就是這邊寫1 寫0 第四筆資料假設要分到第一群 那就是100 依此類推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A矩正 叫Assignment矩正 那Assignment矩正呢 它的小元素呢 裡面的每一個元素呢 我就寫Aij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元素值呢都是 不是0就是1 表示它在哪一群 那麼Aij呢 它的總和呢 就每一個橫列的總和 不管是哪一個i 對每一個i都要成立 每一個橫列總要等於1 所以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加起來要等於1 加起來要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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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 這兩個基本的input資料 output要分成三群 然後把群中心突出來 但是要滿足什麼東西呢 要滿足 要minimize一個objective function objective function就是我們的目標函數 我可以隨便分 但是隨便分沒有意義 我要分的情況下 要讓它越接近我的群中心越好 好 目標函數 這邊看起來就有點複雜 越複雜的東西看起來就比較有學問一點 但是其實概念上都很簡單 所以各位今天一定要把它搞懂 我先畫一個圖 各位可能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可惜這個不能遙控 好 我們假設在二度空間中的資料呢 譬如說這x坐標 這y坐標 假設它資料分佈是這個樣子 我打圈 打x好了 好 你先由眼睛來看 這邊是分成幾群 三群嘛 各位的眼睛很厲害 一看就看出來是三群 但是如果在三度空間中呢 你能不能看得出來 可能可以 你要轉一下 譬如說這邊有一堆煙 這邊有一群煙 你經常轉一下看一下 這是一群 這個是一群 就看出來有三群煙上面 但是四度空間呢 抱歉 不太容易看出來 五度、六度、七度、一百度呢 一百度空間你怎麼看 就死掉了嘛 那我們這個 K-means Clustering 就是要自動來做 幫你做分群 好 假設這邊有100點 就是N等於100 那我們要分成三群 狗狗也來了 好 我們先定義我們的目標函數 假設先從這裡來看 假設這是一群 先假設 假設這是一群 那它的其中有一個群中心 群中心可能在這裡 中心點嘛 假設在這裡 那我定義它的誤差 它的誤差呢 就可以寫成 譬如說這是 這是第這一群 EJ就是Summation XI要-CJ 好 抱歉 這是 然後I呢 BC屬於group J 好 這邊 抱歉 這是 我把它畫兩槓平方的意思 就表示一般的平方和 距離的平方和 好 就直接算 算兩點的中間的距離 然後再把它算平方 那就就是說 對於每一個I I是這裡面的每一點 XI必須屬於group J 必須屬於這裡面 這個group的資料 然後呢 我就算它和center中間的距離 然後就把它summation加起來 等於說 我這邊就算每一點 到這紅色center的距離的平方 然後把它加起來 這就是它的誤差 就是因為我用 等於說我用紅色一點 來代表其他所有點 那它誤差當然就是 把距離平方加起來 好 這是對於這個class來講 那如果對於現在有三個class呢 我就把三個class把它加起來 所以我最後得到的誤差呢 在這裡 J 我們直接看這個頭影片比較清楚 寫在上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這個J 是三個東西的函數 X是它的資料 100點的資料 C是它的center 這center我們還不知道是多少 這是它的參數 A是它的assignment 每一點要assign到哪一個classer 這個也還不知道 這兩個是未知的參數 你要去決定它 然後假設m個classer 我就把1J 把它整個把它summation加起來 我們剛剛寫出來 這個是對於其中一個classer 長得是這個樣子 那對於所有的J 就從1到m 把它整個summation加起來 那加起來之後呢 你就把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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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帶進來這裡面 帶進來這裡面 然後直接放進來這裡面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呢 你可以再進一步寫成 這個assignment Ai到J 直接把AiJ 放進去這裡面 所以整個式子 就變得很簡單 就是對I和J 全部做summation 那Xi-Cj 那還要看看AiJ 有沒有 第I個data 有沒有屬於第J個classer 如果是 才會真正去算這個距離 若不是 這個就是0 就根本不用算 所以這整個式子 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我們這裡面 你可以想像 有三個cluster 各有各的center 這邊有一個center 這邊有一個center 然後把它每一點 到這個center的距離 平方 然後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函數 所以我們的目標函數呢 裡面有 有兩個未定的參數在裡面 實際上是 這都是向量 這C代表cluster center 我還不知道center在哪裡 我只有資料點 我這三點 紅色是假色已經是 但事實上我是不知道 那第二個是A A就是說 每一個資料點 要屬於哪一個cluster center 這個A也是未定的 然後滿足這個條件 這我們剛剛講過了 就是 第I 第I點如果屬於 第J個cluster 那AiJ就等於 這邊我用個GJ來表示 GJ就表示這個集合的意思 這整個class的集合 叫group J 到這裡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式子各位一定要了解 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有問題要隨時提出來 這邊你一定要了解 我們才能有辦法去做今天的作業 那各位看看 我要讓這個東西越小越好 那有兩組參數 一個是C 一個是A 那麼C呢 我們看這裡有幾 總共有幾個可以調整的參數在裡面 在C裡面呢 它的dimension是D乘上M 譬如說以我們這個例子來講 D就是2 二度空間中 M就是3 有三個cluster 所以這個C呢 是2乘3的一個矩陣 然後這個A呢 A就比較大了 A是N乘上M N有多少呢 N是 假設在這裡 100點 N就是100 那M是多少呢 M是2 抱歉 M是3 表示有三個cluster center 所以是100乘上3 這邊是300 這邊是2乘上3 這邊是6 所以總共有306個參數 那這306個參數呢 還要滿足一些constraint 就剛剛我講的 這個A這個矩陣呢 它的每一個 橫列加起來都要等於1 那各位以前學的東西 在這裡通通不管用 各位以前學的 在微積分裡面 你要求一個函數的極大值 你令它微分等於0 就得到它的所謂的critical point 那函數等於0之後呢 你還要求它二次導彈數 二次導彈數如果大於0 它就是相對極小值 二次導彈數如果小於0 就是相對極大值 各位記不記得 大家記得吧 但碰到這個 你想想看 總共有306個參數 你有辦法去微分它嗎 不太可能 那306個參數 還有constraint在裡面 還有這個東西 加加等於1 這個constraint 所以這個就變成複雜 比較複雜 那我們現在要解這個問題 就是要找出 這一的最小值出來 那這個問題呢 是所謂的NPHART的problem NPHART各位學algorithm 以後就會學到 就是說它沒有一個 polynomial solution 沒有辦法很快找到 這個東西解答 但我們可以用一些近似的方法 找到近似的解 但它的解其實效果還不錯 不見得是最佳解 但是離最佳解 已經不會差太遠 好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 它到底要怎麼解這個問題 我們有兩個 事實上 才回到前面 這裡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C 一個是A 那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先把其中一個固定 譬如說我把C固定 我就可以找出A 使得這個函數值為最小 結果我再把A固定 然後再找出C的值 使得這個函數值為最小 那剛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運氣很好 剛好 當你C固定的時候 你找到A的最小值 找到A使得這個 objective function為最小值 很容易一下子找出來 當A固定的時候 你要找到C使得這個目標函數為最小值 也是很容易一下子找出來 那你就反覆交叉下去做 然後它這個 objective function 這個目標函數 這個目標函數又叫做distortion 為什麼叫distortion呢 就是我們要用這三個cluster center 來代表這所有的點 那它中間有誤差的部分 我們就叫distortion 所以它距離的平方合 我們就叫distortion 那所以我們就反覆的 反覆的來交錯 C固定去optimize A 再把A固定去找出 C的optimal value 它現在反覆叫它去做 答案就可以逼近 找到一個還不錯的答案 好 所以現在就變成兩個問題 一個固定一組 要去找另外一組的答案 然後再固定這一組 要找出另外一組的答案 第一個呢 Task 1 我們要找出assignment in A 就是假設C已經固定了 有沒有 我們要find A to minimize distortion 然後C是fixed C是fixed 是什麼意思呢 是假設這個距離 這個中心點都給你了 中心點給你了 那請問你要找出來 哪一些資料是屬於哪一群 那這一題其實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close form solution 那這個式子各位要看懂 這個式子各位要看懂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要assign AI 我們先不看這個式子好了 先看這裡 假設這個center是固定的 假設cluster center是固定的 那我找出一種分群的方法 使得它的距離平方合為最小 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隨便找一點 譬如說這一點 它應該是屬於哪一群 很簡單 我就看說離這個比較遠 離這個比較遠 離這個最近 那它就應該是屬於這一群 對不對 然後這一點 離這個比較遠 離這個比較遠 離這個比較近 那我就知道說它應該是屬於這一群 所以我就簡單的直接找 距離最近的 這個就可以直接連過去 這應該沒問題吧 這概念應該很直覺 那好 那我們再來看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要寫成數學要怎麼寫 各位這邊要看得懂 這意思就是說 我要找出來 根據這個Q是我可以變動的項目 我要找出來 I是給定的 XI-CQ 那Q一直變 找出來最小的值 那Q在這裡就是1 2 3 可能是1 可能是2 可能是3 那你直接相減 然後取它的距離平方合 找最小的 這個Q呢 譬如說是2 這個argument就是取最小的 最小的一個 找出一個Q值 使得這個距離平方合為最小 所以譬如說 譬如說以這個 如果今天I是這一點的話 假設我把它標出來 這是cluster 這是第一群 這是第二群 這是第三群 假設今天你給我的I 是在這一點的話 我可以找出來 它的J就會等於2 假設今天你給我I是這一點的話 我就可以找出來 它的J的值就等於3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數學式子 只是跟你講說 我要minimize這個東西 但是什麼東西會讓它minimize 我找出它的argument 這個Q 使得XI-CQ為最小 那麼你這樣做呢 可以滿足一個條件 不管你給我的A是多少 不管之前的值是多少 我只要有C的值 我一定可以找出一個A的P加1 使得我這個目標函數 會小於原先的目標函數 所以這個就要注意 它會一路變小下去 這邊有沒有問題 隨便找 隨便找一個就可以 我待會會DEMO 發現這天氣忽冷忽熱 讓我變得有點咳嗽 好 所以我們第一項工作完成了 我剛剛那位同學問得很好 我問你 我C沒有 我不知道C是多少 那C到底要怎麼找 我現在假設是C固定 我可以把A 讓它找到值 越來越小 那C怎麼找出來 我們待會會提到 好 下一個第二個問題說 如何找出C出來 假設A固定 我如果把C找出來 我這邊就是我們找出C 去minimize這個目標函數 那這時候A是fixed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假設 假設你知道它怎麼分群 好 我不知道cluster center 但我已經知道說我這樣分最好 那我請問你最好的cluster center 在哪裡 那就是可以單獨分開來看 譬如說對於這一群來講 我怎麼樣找出一個cluster center 使得它到每一點的距離平方合 為最短 那簡單的寫就是說你可以寫成 譬如說我們寫 假設今天有10點好了 我假設x1 x2到x10 我可以定義一個目標函數 我的y是 c減掉xi 距離的平方合 這些都是像那樣 i等於1到10 那這y是c的函數 那你這樣可以把它寫開來 寫開來整個展開來 這個y 我如果寫明確一點 y是一個c的函數 在這裡 這邊都是一個向量 這裡是一個向量 向量 向量 抱歉我這個c跟我這邊 前面寫c不太一樣 這邊c只是指其中一點 譬如說c是指這邊一點 這邊一點叫c 這是一個向量 那c到每一點 只考慮在這個cluster裡面 它的距離的平方合 那對於這個問題呢 你可以直接去求解 你可以直接去算它 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變成 假設這是二維的函數的話 假設這個data點的 都在二維的空間的話 那你可以寫成 譬如說c1 減掉xi1的平方 加上c2減掉xi2的平方 抱歉我不用點點點下去 因為只有二維 二維只有c c就等於c1跟c2 然後再把summation加起來 i等於1到10 接著你就可以直接對上微分 有沒有這邊就是簡單的微積分 你就可以c1等於0 然後c2等於0 然後你就可以把c1跟c2解出來 對不對 那解出來得到是多少 你可以簡單算一下 你可以得到c1就等於 最後其實我直接把它寫成 向量來表示 所以c就會等於summation xi 這個就是向量除以10 這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這個各位坐一邊就知道 我以前上次考試本來想考這一題 但是又覺得太簡單了 但是各位一定要會做 簡單的知道說 我的給我一堆資料 只看一群 這邊的資料 一群資料 我怎麼找出其中一點 使得這一點到每一點的距離平方合為最小 那這一點就剛好會等於這一群資料的中心點 就把它加起來做平均 好 這就是我們的close form 我們有一個close form solution 它存在 那存在的結果呢 你把它算一算 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結果就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起來 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好像不太一樣 這是因為我把A、I、J一起帶進來 帶進來這裡面 然後你把它化檢一下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解答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解答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close form呢 這個好像不太有電是不是 好 close form找出來了 那找出來我保證 你不管給我的A是什麼東西 你不管A 你不管你怎麼樣幫我分配的 我假設你分配是固定的 那我也不管前面前一個是什麼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新的群中心 讓它的目標函數會比之前的還要小 所以因為它有一個close form存在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問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分幾群啊 對不對 要分幾群那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個我們後面也會再提到 我們這個問題有很多假設嘛 假設你已經知道分幾群 那我們再把它帶進來裡面做 如果你連幾群都不知道的話 那就要去猜 這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好到這邊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繼續往下走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clustering 這個原因 所以第一部分呢 是 先找出來 猜M個出來 那剛剛同學問說這怎麼找出來的 這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我們先假設可以找得出來 先假設 第一個假設你知道M是多少 第二個假設說你可以把 initial center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呢 我們先找出cluster 你center已經有了嘛 我就可以知道怎麼分配 所以 for each xi assign the cluster with nearest center 每一個 xi 對每一個 xi 我就找 這有三個 cluster 哪個離我最近 那我就知道它屬於哪個 cluster 所以這一部分呢 就全等於找出 a 來 minimize 我的 distortion 那時候 c 是 fix c 是給定 在這已經給定了 c 給定把 a 找出來 好 接著下一步呢 下一步已經 a 找出來了 你要找出 center 我們找出 cluster center 有沒有 這 cluster center 是 mean data in the cluster 因為你 a 已經知道了 a 已經知道了 就表示說我已經分出來了 分每一個 cluster 這時候呢 再把它 center 找出來 所以這時候全等於 找出來一個 c 找出來 center 去 minimize 我的 distortion 這時候 a 是 fixed 那這樣反覆做呢 你每做一次 c 就越來越小 再到這些做 j 又變更小 再回來做又更小 回來做又更小 兩個這樣交互一直做 做完這個再做這個 做完這個再做這個 兩個交互一直做 這個 j 我的 distortion 就一路往下掉 一路往下掉 掉最後呢它總會停住 對不對 所以我的 stopping criteria 就是說 如果我的 cluster 呢 兩次呢 經過這樣一輪回 這個 a 不變的話 我表示說 我就固定了 就定死了 你再怎麼瞧都不會變 所以這是一種方式 那如果說 cluster 還是會變 你就繼續跳回去 再跳到 step 2 再做 再查看看 再做 再查看看 這樣反覆一直喬一喬 直到它會 converge維持 那事實上我的 stopping criteria 就是你要停住 什麼時候要停住呢 有兩種 這邊有 two stopping criteria 第一種呢 就是我前面講 its repeat 直到呢 這個 cluster assignment 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這時候就表示該停了 另外一種呢 就是說它可能 你要走到這一步呢 可能要 店長要跑三天三夜 才跑得出來 那你不需要那麼麻煩嘛 你覺得說 它變化量已經夠小 你就可以停下來 所以另外一種情況呢 是 repeat until distortion improvement is less than a ratio 我剛講說 distortion一定會變小 一路變小下去 但你發覺 它變小的幅度已經掉到 譬如說 10的負五次方 那你就想說 可能已經差不多 你就可以把它停下來 那麼有一個 fact 就是 它一定會 converge 因為這一一直在變小 那你看 這一是定義成 每一個 data 到 cluster center 的距離平方合 但是距離平方合 不可能無窮小 起碼它的平方合 永遠大於等於0 所以它在一路變小的情況下 最後一定會走平 最後會停下來 所以它一定會 converge 所以那整個過程 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先有一個 c 是猜出來的 所以我找出一個 a a一定會比它更小 接著我 a1固定 從c1呢 我找出一個 c2出來 那一定會比前面更小 再過來 c2固定 我要找出一個 a2出來 這個 distortion 又會比前面小 這樣一路小小小小 小下去 那最後它就 converge 到一個 這個 distortion 可能慢慢就平了 或是 趨近一個固定值 這時候你得到了 c和 a 就是你所要的答案 所以就是整個 k-means的過程 大概是這個樣子 來 先看到這裡 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麥克風好像不太行 換一個 這要是不行還是我的方位不對 等一下 這樣好像又是好的 我拿著講好了 來 就是問一下就是 他一定會 converge 到 比如說 m1是纏的話 他一定會 converge 到 固定那三個點嗎 不一定 就看你剛開始怎麼猜 這個我待會還會再提到 就是說你剛開始 我剛剛講說 initual center 你是用猜的嘛 你可能猜在這邊這三點 或是猜在這三點 或是猜在這三點 出來的結果可能都 會不太一樣 所以他沒辦法保證說 一定 converge 到一個 global optima 也沒辦法保證說 每一次跑出來的資料都一樣 但起碼它跑出來的資料 就不會太差 不會太糟糕 我們可能先去看下面的 會比較清楚 它的 property 這字有點多 這個 k-means k-means cluster 有時候直接就叫 k-means 它能夠 find 能夠找到 approximate solution efficiently 它通常能很快的 就找到你要的答案 而且還蠻快的 但這個答案呢 只是 approximate solution 我沒辦法保證 它一定都是最好的答案 那麼這個 distortion is a monotonically non-increasing function 就是說它是單調 這叫做不增加 單調會遞減 但是有時候會平下來 變成一模一樣 就平過去了 就叫做 monotonically non-increasing 目標呢是要 minimize the square error 這個 square error就是我們講的 distortion 這個 distortion 但是呢 有時候呢它可能中間就會停下來 可能會停在一個 local minima 裡面 所以有時候 k-means要做的時候呢 你可以多做幾次 我initual center呢 我可能可以亂取 比如說原先資料 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原先資料100點 我從這100點裡面 亂取三點出來 三點取出來以後 我就丟進裡面跑 然後呢 它就會跑出一個答案出來 但跑出一個答案呢 可能不是一個好的答案 你就可以多跑幾次 因為它非常efficient 你可以比如說跑個10次 跑個100次 找出一個你的 distortion最小的答案 當作你最後的答案 所以這邊有講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a global maxima 抱歉這寫錯了 minima才對 global minima 我們try to start k-means with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就是從你猜那幾點呢 你可以多猜幾次 然後丟下去裡面跑 再過來呢 我們剛剛那個同學問到說 我要找幾個 cluster center 才對 有所謂的一個 cluster validation cluster validation就是說 你要通常譬如說這一組資料 我用兩個 cluster 下去跑 跑在會有一個結果 用三個 用四個 用五個 它都會有一個最後的 distortion出來 好 那最後呢 你可以把圖畫出來 好 我又要動一下 這個為什麼沒有遙控器呢 這個為什麼沒有遙控器呢 cluster validation就是指說我要找出 最好的 cluster number 或是 number of cluster 那所以你就可以直接下去跑 譬如說這是 number of cluster 那這邊是我們的 distortion 那你可以發覺 當 cluster number 等於1的時候 你就只找到一點出來嘛 它的 distortion可能在這裡很高 cluster等於2的時候在這裡 cluster等於3的時候 它依照我們剛剛那個範圍 它可能會突然掉下來 cluster等於4的時候就掉很少 5的時候就掉很少 所以它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曲線 然後這邊突然掉下來 然後就越來越平 越來越平 到了 cluster等於100的時候 它會掉到哪裡 那一定是掉到0啦 對不對 cluster number of cluster等於100的時候 就是每一個資料點就是一個 cluster 那距離當然是0 所以這邊就一定會掉到0 那這時候呢 這個 cluster validation 通常就找說 從哪個地方到哪個地方掉的最快 那就是我要的 number of cluster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是在這裡 所以這邊是等於3 number of cluster等於3的時候 就是你要的答案 一般來講是這個樣子 但是 這是很漂亮的情況下 也就是這要亂七八八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是幾個 cluster 比較好 那就無所謂 你的電腦能 handle100 cluster 1000個 cluster 那就讓它越多越好 那直到你的電腦沒辦法 handle為止 那就去 譬如說今天是100個 cluster 你的電腦可以 handle 到了101個 cluster 電腦慢到最後你沒辦法忍受 那你就 cluster number 就放100 也可以就丟進去讓它跑 那平常我們講 cluster validation 就是利用這種 突然掉下來的情況下 來決定說 最好的 number of cluster 是等於多少 所以這一部分呢 就叫做 cluster validation 那我們剛剛講的距離呢 都是有沒有 在這裡寫得很清楚 距離相減的平方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平方和 當作我的目標函數 但是有時候我說 我不需要平方和啊 我可不可以直接相減 然後取決略值再把它相加 這就是看你怎麼樣定義你的距離 我們平常定義的距離就是 Euclidean distance 就是兩兩相減平方和 然後再開平方 這叫直線距離 那另外有的距離叫 taxi cab distance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直線走過去 一定要走 走垂直再走過去 那一種距離就是兩兩 component 相減取決略值再把它加起來就可以了 那如果用那樣的 distance major的話 你就會找出不同的解出來 這有寫 所以 other distance major distance major distance major的意思就是 distance function 你也可以把它用在這個 Euclidean distance 來取代它 但是它的 center identification就會不一樣 就像我們剛剛這一題 我如果把題目改一下 有沒有這邊是因為我這邊有平方的關係 所以結果這邊變平方 相加起來所以微分等於0 你就可以找出來 它就剛好等於它的平均值在這裡 如果我今天把題目改一下 改成是這個樣子 這邊我寫一個1 這叫L1None L1None是什麼意思呢 就等於C1-XI1加C2-XI2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怎麼求它的幾大值 求它的幾小值 這個要怎麼做 當然還是有它的做法 但是這邊就沒辦法直接微分下去做 這一題留作作業 不是作業 所以就是你們回去可以想 下禮拜或是待會兒下課完 待會兒上課的時候 你跟我講答案 如果對的話 我們就算發文一次 那如果說你要把我的C-Means 改成這種 直接算距離的 它的坐標的差異 的絕對值 然後再全部把它加起來的話 那它產生的C-Mean Clustering 實際上是都很接近 唯一不同是說 你在算這個C的時候 就不能帶這個式子 你要帶另外一個式子去做 那它一樣可以把這個Clustering找出來 那我們這裡講C-Means 有沒有 這裡特別講Means就是平均的意思 mean就是求它的平均值 所以這邊呢 你可以看出來 這邊就在求平均 那如果是用這樣來做的話 我們就不再是求平均 我實際上是在找它的medium 所以如果用這種方式來做 通常就叫K-Medium Clustering 那意思是很接近 只是說它算距離的方式不太一樣 好 這是一個 這是我從課本 某一個課本 抱歉 我這個做了不好示範 我後面應該列出來從哪裡出來的 只是從某一個教科書上面抄下來 其實我應該把我的MateLab 就是to Capture下來放上去也有 只是剛剛太趕了 好 現在假設你看 你的Data長得是這個樣子 那你要分成兩群 這裡有兩群 在這裡 所以第一次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分 把A找出來 那你既然Cluster Center 已經在這裡跟在這裡 那找A很簡單 就是把它連線連起來 然後畫一條中垂線 有沒有 這邊畫出來 所以這邊是屬於這一群 這邊是屬於這一群 那這一部分呢 我就把它的Partition Matrix找出來 每一個資料屬於哪一群就出來 下一步呢 我要做的事情呢 在這一群裡面 找出它的群中心 譬如在藍色這一群裡面 它的群中心找出來在這裡 有沒有 紅色這一群 你看這邊切的比較多 它的群中心在這裡 群中心一旦找出來以後 我接著下一步呢 這邊等於說分群 又分完了嘛 有沒有 我把它分群 就等於我有群中心 我下一步呢 就要繼續再做分群的動作 好 群中心出來以後 我再分群 就把兩個連起來 做一個垂直平分線在這裡 一分完以後 我就屬於這邊屬於這一群 這邊屬於這一群 好 那分群一分出來之後 我就繼續找群中心 找出這邊的平均值在這裡 這邊的平均值在這裡 那分群分完以後呢 我就繼續這樣一路做下去 找出這個分群之後 然後在群中心再找出來 再拉開來 再切開來 然後這樣反覆一路做下去 最後的結果 其實做到這裡已經很接近了 後面都幾乎差不多 最後到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是一群 這邊是一群 這個很 就是符合我們人類直接看 用眼睛看這資料就覺得說 它也是應該分成兩群 三群 三群它就會照分 對 它就幫你分成三群的結果 三群的結果會怎麼樣 我們待會有Made-up程式 可以直接跑一遍 就可以看分三群的效果 可能會是怎麼樣 你講的話 該分的沒有分 不該分的又分在一起 這個事情很難用數學去量化它 那只有在這種二維的資料 等它跑完以後 你才看得出來 我也在看這不對 這應該拆開來 這個應該合在一起 那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但是不一定每次都會發生 因為如果你剛開始 這個Closer Center 是亂取的 用亂數再取的話 它每次出現的結果都不一樣 最後譬如說你跑了140 最後挑140裡面 中間其中出現 就是140裡面它的Dissolve 最小的通常就不會出現 你所說的那種情況 偶爾可能一兩次它分的不好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因為你跑了100次 或是更多跑1000次 從裡面挑最好的結果 通常挑出來的結果 就會比較穩定 來 同學這邊還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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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